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电影兔不在家,我是苏苏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朋友圈、微博、QQ以及各大视频网站上都纷纷被足球刷了拼 是的,一转眼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就在俄罗斯拉开了战目 不知道大家都劈开哪些球星了 穆勒还是C罗还是梅西 好了,在这浓浓的世界杯氛围中 今天本兔给大家介绍一部关于足球的电影 在二十年前,用黄金右脚支撑的足球明星名风可谓是家喻呼啸 球场上许许多多的人都为他摇席呐喊 然而在一次比赛中,他意外地把球射出了球门 这,恐怕一般人都做不到吧 就这样,乔恩导众人推 他的队员、球迷都在赛场上打他、骂他 你这一看就是踢了假球啊,最不可饶恕 说真的,他也是被谢霆锋爸爸所饰演的队友强熊设计所害 帮他贴了解球 也没有拿到所承诺要给他的钱 啊,明风被打残废了 小边看得实在是心疼 昨日还是闪耀的明星 今日就是狗言残喘的废人 人生啊,就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 二十年后 由周星驰专属男配吴梦达饰演的明风 在一次偶然中认识了捡垃圾肥声的周星驰 周星驰啊性格开朗懂得知足 并且对少林武功极度极度执迷 吴梦达刚开始对他很无懈,也看不起 直到有一次,他在一个巷子里上厕所 突然发现曾被周星驰踢飞的啤酒罐头 镶嵌到了墙里 四周还有明显碎闻 他整个人惊呆了 这不就是少林金刚腿吗 吴梦达开始游说周星驰踢足球 去参加全国超级杯足球大赛 还记得星爷在影片中对师兄弟们说的那句 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真的好鸡汤 新链的电影回头去看 真的不只是搞笑 还蕴含了许多哲理 为了增加足球队实力 推广少林武学 周星驰游说一般当年曾在少林寺 习武的师兄弟们共同参赛 组成了一支完整的少人队 另外 以太极功夫制造馒头的 由赵薇饰演的阿梅 在几次与周星驰相处的过程中 对星爷逐渐生气 他为周星驰修补破的球鞋 还为他违抗了老板娘 老板娘感到不服 竟然说要去找阿梅的妈妈 我猜这也太搞笑了吧 这都什么年代了 周围的太极功夫 令周星驰十分敬佩 然而很遗憾的是 他们令人未满成为了好朋友 另一方面 少林队与全国大赛中 过关斩将 顺利打入决赛 在进入决赛的那场比赛中 竟然还出现了 淤冕小飞龙张博之和莫文蔚 这颜值啊真是不在华下 然而在影片最后 决赛中少林队要面对的最强对手 竟是明风的宿敌 强雄 也就是谢霆锋的爸爸谢贤 球场上即将掀起一场 新风雪雨 这是一场梦想的较量 谢贤为了赢取比赛胜利 不择手段 魔鬼队的球员们 都被注射了一种 美国的先进药品 类似于兴奋剂 不过在球场上 看他们球员的表现 你们这吃的是 有魔法的药吧 足球队带风带火 少林队的球员们 扶生严重 可是他们依然不放弃梦想 他们的眼里 只有那座皇冠 他们咬牙坚持着 可是现实很残酷 眼看就要输了的时候 赵薇以经典的光头形象出现了 他的太极功夫以柔克刚 顺利守住了球 实现了今天大逆袭 一个球传给周星驰 全力一脚进球了 所有的坚持 努力 都没有白费 就在那一刹那 所有人都明白 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努力 都没有白费 电影少林足球 看似是一部无厘头的喜剧片 却充满了 让人感动的镜头 一群社会底层组成的 穿着破烂球鞋的球队 一路过关斩将 伴随着背景音乐难而至 让人不知不觉 泪水已然充满眼眶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就请点赞转发评论呗 不知道世界杯 你们会pick哪一队呢 有没有小赌遗情 买一下球咧 欢迎与电影图互动 我是苏苏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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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